歐洲的疫情在六月份趨緩 但是當各國政府逐步解封 解除了旅遊限制之後 這疫情也出現了反彈 尤其是西班牙 七月中下旬 幾乎每天都有近千例的確診 遭到了英國 德國寄出 旅遊禁令跟限制 而國際旅遊組織公佈的最新數據 就顯示 今年的上半年 觀光業已經慘賠了超過 九點三兆新台幣 而航空業也預估 最快要到二零二四年 才能夠復原 巴西里約的科帕加巴納海灘 夕陽西下 景色依舊動人 但巴西的疫情持續居高不下 國際觀光客也退避三社 里約海灘每年吸引百萬遊客 共襄盛舉的新年跨年活動 也因疫情在本週宣布取消 當地的飯店業者 幾乎快撐不下去 除了拉丁美洲疫情無法驅還外 歐洲國家原本在六月份 總算能鬆口氣 逐步解封 開放旅遊限制 但疫情這幾個星期又出現反彈 其中又以西班牙最嚴重 七月底開始 幾乎每天都新增近千人確診 其中又以旅遊勝地加帶隆尼亞最多 更迫使英國 挪威等國 對從西班牙入境的旅客 實施隔離措施 讓以重旅遊業的西班牙 雪上加霜 即使當地飯店業者 願意替外國觀光客 支付檢測費用 恐怕短時間內 都難以消除外界移民 觀光產業佔西班牙總體經濟的百分之十二點三 與總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七 今年四到六月 該國已有百萬人失業 慘況可想而知 總部設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 UNWTO本週指出 新冠病毒疫情在今年一到五月 讓全球觀光業慘飛三千兩百億美元 折超過九點三兆台幣 也是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的三倍之多 此外隨著全球疫情仍在飆升 讓嚴重受賞的航空業看不到曙光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的最新預測 可能要等到二零二四年 全球航空客運需求 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比先前的預測又晚了一年 更多的航空業者可能申請破產 大部分的UNWTO成員估計全球跨境旅遊恐怕等到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才能回到 因為跨境旅遊後續面臨諸多風險 包括全球大部分旅遊目的地 仍存在旅遊限制與邊境管控措施 民眾對旅行安全的擔憂 以及疫情再起和新一輪封城的可能性等等 此外缺乏格靠的旅遊訊息 與經濟環境惡化 都被認為是打擊消費者出遊信心的因素 觀光業跟航空業也將繼續經歷這波寒冬的煎熬 記者金文慶 整理報導